36歲 他是中國舉重歷史上 年齡最大的現役運動員 這麼大一歲 我上去跟著小孩 我都快叫叔叔了 我有時候感覺 自己都感覺有點不好意思上場 知道嗎 從2009年至今 他是所在級別的絕對王者 我永遠得衝擊我自己 在國外 我也永遠也要把他們壓制住 奧運冠軍呂曉君因為熱愛 所以不畏堅持 對舉重還是感情比較深 還是不願意就是說 自己喜歡練這個舉重 再一個是也不願意放棄這一個 2020年10月 全國男子舉重錦標賽 其東京奧運會模擬賽 在浙江開化進行 這是我國疫情防控 取得明顯好轉遠的 中國男子舉重項目的首場比賽 這次奧運冠軍賽 在檢驗近10個多月 封閉訓練效果的同時 也開啟了 中國舉重男隊特級別 面向中京奧運隊 一次提前預言 就想把這次比賽完成好 可能就是也想爭取這次比賽機會 可能比一次賽了少一次賽了 可能也是想在舞蹈上 盡量地把自己展現出來 從2009年世錦賽 第一次獲得世界冠軍至今 呂曉君幾乎壟斷了所在級別的金牌 和世界記錄 他的這種神奇表現 被很多舉重迷問 關於軍神任何 可是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 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的現實 讓已經36歲的林小軍 第三次參加奧運會的難度 驟然增加 這一延期對他的影響 確實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一個是年齡的增長 身體的肌膿的這種下降 如何保持這種狀態 身體的狀態 這個是 再一個還有一些 來自於家庭的困難 是吧 他已經從家了 而且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來自這些矛盾 他都會或多或少的 會影響他的情緒 會影響他的身體的這種 恢復狀態 確實的知道這個就是 奧運會推遲幾年了 可能開始也在猶豫 也在考慮 還有在推遲幾年的時間 這也不又得堅持一年嗎 因為今年三四月份的時候 正好我就是去年那個狀態 不然是專項還有力量 恢復得比較好吧 就比較理想一點 所以當時對於就是 今年七月份那個奧運會 也是迫不及待吧 所以狀態各方面都非常好 可能就是說 就是 確實知道這個奧運會 推遲之後啊 可能一下子 可能是稍微是 不管是思想啊 不管是身體啊 各個技能就是稍微 可能就是說 站耳啊 放鬆了一下 好 哇 繼續 哦 啊 哦 哦 啊 哎呦 啊 哎呦 两位已经步入30岁的大龄队员 在训练中像这样相互鼓励地切磋 经常出席 如今 吕小军每天专项训练结束后 为了能够第二天持续高强度的训练 他花在康复上的时间也逐渐在增多 他这个够不容易的 能坚持到这个年龄 还在世界高峰的游净 之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感觉到 一个礼拜正常下来感觉不是很累 没这方面的概念 随着这两年年龄的振扎 可能就是体能上面的差距 可能包括肌肉上的一个弹性度 那就是这两年包括牵拉 还有那个核心力量 还体能康复在一块 现在慢慢一步步再跟上 我觉得就稍微就帮助非常大 那我们每天晚上治疗的目的 就是把他身上一些疲劳 疲劳感把他消除掉 不要影响第二天的训练就可以了 你不按他身上会有点痠胀 可能会影响他的睡眠 有点有小时睡睡眠的 在训练场上 吕小军很坦然地接受着自己年龄大 体力下降和恢复期延长的事实 训练中 每事举一次过后 他都会坐着 默默地观察年轻对我们的训练状况 在吕小军的眼神中 你能够感受到 这位36岁的老家 正在积蓄着足够让他 再次爆发的强大能量 就是对举重还是感情比较深 就是还是不愿意就是说 一个是自己喜欢念这个举重 再一个是也不愿意放弃这一个 他思想的这种坚定 他热爱这个项目 他对这个项目的投入 而且他非常琢磨这个项目 做双缸 我以前这一百公斤 我多少 估计有六七年都没撑过了 我们双缸它属于大肌肉 连体能它可能是大 大肌肉里面它还有一种小肌肉 铁人它是练到 练到是就是那个肌肉缝里面去了 所以相当于说也比较稳固了 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训练水平 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在 就是保持在一个巅峰 这么多年 不光我自己的一个付出 还有我家庭对我的一个付出 首先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推力 把我推到这个平台上 他们也是一无反顾地这样的支持我 每天和女儿们视频 成了吕小军缓解身体疲劳的最佳方式 多年来 在全国举重锦标赛上 只要吕小军参加 就意味着冠军已经被他提前预定 可这一次 在自己的强项抓局比赛中 36岁的老将 罕见地遭遇到22岁小将的强力冲击 好像不是一个级别的感觉 我觉得我这比起来感觉 就没有达到那种新闻点 吕小军的第二把170公斤 路德林的第二把是要到了171 第二把十几 好漂亮 真是好看 吕小军这十几年来 他的抓局还没有人赢过他 有对手了 一个台上竞技的话 其实都有这种欲望 不管你压一公斤还是压两公斤 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只不过是举好我自己 其实我没把它当成一个对手 现在第三把的重量 吕小军已经加到了174公斤 抓局比赛 两位相差14岁的对手 先后挑战超世界纪录174公斤 都没能成功 然而吕小军收获抓局亚军的结果 激发了他的求胜欲望 在停举项目上 吕小军实力超群 去年泰国世锦赛上 吕小军顶着腰伤 在停举比赛中破世界纪录的夺冠瞬间 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次 吕小军依旧是等待所有选手 完成比赛后出场 201公斤啊 对 他以第二把201公斤锁定总成绩冠军后 做出了挑战208公斤 这一超世界纪录的重量 吕小军的第三把加到了208 就是201的时候 我都还没到了一个新闻点 最后一把加到208 208的时候 自己在走马 后来也在嘀咕知道吗 好 狠起来 208公斤超世界纪录的重量 稍微兴奋度稍微掉下来 掉下来都还是 没拿到没翻起来 我这个手指给脱了知道吗 脱了我看上去挑了得了 目前对于现在这个阶段的 吕小军来说可能难度还是有的 虽然这次吕小军挑战极限重量 没能成功 可作为一名大赛经验丰富的 举重老将 他已经做好了 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准备 因为在吕小军的心中 始终保持着一股不服老的 征胜信念 每一场比赛 就是不管是年轻的 还是跟我差不多 我觉得我想带给他们就是一种 就是这个级别来说的话 我还是想成为一个霸主 来自明天东京奥运会 中文字幕志愿